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礼拜二的深夜开始可能就会有这个封面接近了 所以礼拜二晚上到礼拜三封面再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再因封面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话云量又会变多 但是这一波封面的话预计是水溪没有到很多 所以就是有些局部零星短暂阵雨 来看一下今天的云图 今天主要是吹这个有点偏东南风到偏南风 所以西半部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因为扩散条件比较差 这个因为是被风测的关系 另外就是扩散条件也比较差一些 所以另外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那么另外可以看我们台湾附近 其实水气也倒没有很多 虽然天气都是相当的晴朗稳定 来看一下明天白天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明天深夜会有一波微弱的方面雨季通过 这波方面比较偏北一些 水气也没有很多 再加上移动输入比较快 所以最主要就是影响 这个礼拜二的深夜到礼拜三 那么礼拜四又转成有点偏东风 接下来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又会再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但是目前看起来可能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不见得到会很强 但是过来几天要持续的来关注 所以来看一下在外几天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 在这个礼拜二其实就是天气几乎都是很稳定 只有东半部雨量稍微比较偏多一些 但是礼拜二深夜一到这个微弱的风雨 其实略过我们北台湾 所以因为方面北部东北部 东部的话雨量稍微增多 但是因为这一波的话水气没有到很多 所以就是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来看一下未来四天的这样预测图 这个颜色都没有到很深 范围也没有很大 所以大致上就是我们东半部地区 有些局部零星短暂争雨 西半部的话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那么北部东北部的话 从礼拜三开始云量就会变得比较多一些 虽然不见得会下雨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温度趋势要特别注意 北部在礼拜二的话呢 这个低温大概有17度 但是高温可以来到27度 季夜温差比较明显 清晨还是比较偏凉 还有这个夜晚 礼拜三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个东北风增强 云量也变多 所以白天高温从27度降到 只剩下20度左右 所以要特别注意 礼拜三是比较偏凉的 跟礼拜二的这个天气温度 都是比较不一样 那么到礼拜六之前 低温大概都是15到18度 高温的话大概在20到23度 礼拜六礼拜天 只是因为受到下一波这个冷空气 跟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呢温度再往下降一些 中部的话低温大概在16到17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24到27度左右 所以要特别注意 季夜温差早晚还是稍微比较凉 那么在我们南部的话呢 低温大概18到19度 中午高温25到27度 来看一下在这个今天晚上 各地的天气都还算是稳定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我们的这个中南部 空气品质有机会到达 这个橘色灯号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最主要是扩散条件比较差 另外看一下在明天白天的话呢 西半部都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大台北地区 另外就是我们的台南以南 这个空气品质都有机会亮橘色灯号 那么天气方面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只有东南部雨量稍微比较偏多 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白天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把握 但是明天晚上 我们北部东北部 受到下一波风门雨季接近的影响 天气会有一些变化 以上我们今天天气 明天再见